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名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是Hello Hello 今天我們除了有Dr.Yun之外 還有Dr.Chan在這裡 和我們說說光生命之源 大家好 這次我們那個題目就是關於光 大家相信我們地球的生命全都是靠光 是 太陽光被植物利用太陽光做光合作用 是製造食物 地球的動物就靠食植物開始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身體人類的生命是不能沒有光的 但是光在我們的健康 當然擔心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曾經有聽過一種說法 一種最嚴厲的懲罰人的方法 就是把一個人困在一個沒有光的房間裡 黑房 黑房 黑房裡面 那人是會死的 即是會死亡的 因此 當然難以外 一个地方是从来没有见到光的 但原来真的是一个很严厉的 就是一种惩罚来的 如果你将一个人是导致在光的环境 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好了,我们过去也有说过 就是跟大家探讨生命的奥秘 那我们也是探讨一些关于基因方面的问题 以及基因方面 如何我们健康 可以从基因的程序的编排 可以影响我们的健康 也提及P52的基因 因为最近在P53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多很多的 那我们今天就再进入另外一个程序 就是关于光方面 好了,我们上一次就讲讲关于这个 其实基因可以说好像是一个电脑里面的软件 那它只不过是我们的生命 的生物程序的编码 那这个程序呢 就是当我们去run 即是去运行的时候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能量 需要一些材料 才可以做到东西 通常来说 我们俗语的古人也有说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你想做一些好东西 一定要有好的材料 那我们经常听到有正能量和负能量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真的能量不单是光 不单是我们普通人觉得这个正能量和负能量 谁不知原来光这个能量是正和负能量的 譬如 有些光是不好的 原来有些光是因为它的性质 因为它的频率和波长的关系 和它的形态的关系 就会令到那些生物的分子 引起它离子化 英文叫Ionizing 所以搞到有些光 譬如X光 肉眼看不到 肉眼看到的光 譬如 紫外线 肉眼看到的频率是相当高 它高到什么程度呢 将生物的分子 吸收好之后 它会令到那些分子离子化 如果它一离子化 就是因为那些离子 直接冲击我们的基因 里面的DNA 所以损害了我们的基因 即将我们的马 我们的编马都搞乱了 那我们怎么可以好呢 那什么叫做正能量的光 原来当 这个光 它本身的性质 是不会引起离子化 大家都知道 你去晒一轮太阳 大家都知道 除了微波炉 世界上居然有光波炉 那么有趣的 光可以煮食 原来光 当在某个情况下 给我们的生物的分子 或者组织 甚至乎其他的分子 吸收之后 是会变成一个热能 光的能量变成热能 就消耗了 什么都没有 其实光 是我们经常说 全光谱 全光谱就是由很高频率 很低波长 很短波长 一直去到很低频率 又很长波长 原来在高频率 低波长的情况下 有些光的能量 光就会像波形传播 波浪形传播 也会凹子 它是双性的 也好像一粒一粒 一个package 一份一份的能量传播 当这些能量被生物的组织 或者分子吸收之后 就会对我们的基因有损害 当然如果我们吸了一些光 好像光波浪 变成热能 就没用 原来光在某一个形态 某一个波长和频率的情况下 它是对我们生命一定的正面影响 原来它的影响就是 将我们的质子 我们的物质里面的分子里面的 正所谓质子 是将它排列好它 原来将质子排列好它之后 这个讲起来好像很深奥 其实真的很简单 原来我们所有的生命 都是靠一种微电 来到不止去保持它的运作 去维持 如果这些微电是行得顺 一切很顺利也都会健康 也都会不会有万性疾病 很多东西的 这些是生命的电流 全部都是微电来的 原来微电是全靠 这些质子的排列 才可以顺顺利利进行 它不止影响这些 它还影响很多霉 影响很多 帮助我们细胞膜 和组织 混书 各种不同的养分 诸如此类 甚至乎 这些微电的状态 还会影响我们 譬如 红血球 密质质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走来走去 要运输氧气 运输氧化碳 来放走它 之外 对它们的尖黏性 都很大影响 如果细胞质到密质质的话 譬如你那些泥头车 兑满都是泥头车 一架接住一架 那它怎样跟你去清垃圾 怎样来供应材料呢 原来对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 都是这个质纸的排列 都是这么重要的 那 当然 刚才袁医生我说到 光合作用 光不止重要 根本上 光差不多是 地球上面万物之源 地球之所以有生命 可以这么说 完全是因为 我们的太阳 将这些光的 里面的光量 这个能量 用光量子 一个一个好像包裹 扔到地球上面 然后我们 大家都知道植物 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生命的 食物链上面 它是最基层的 我们是全靠这些 植物去吸收了地球 即太阳 放下地球的光量子 然后才可以 经过这个光合作用 做了很多原料 很多材料 给我们 近年来 袁医生刚才说 一会儿可能会再提 原来 光对这个治疗 是相当相当之有意义的 或者袁医生 开始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我记得 陈伯雪也说起 有些好的光 有些是有离子化的光 最简单就是X光 大家都知道 用眼看不到的光 X光就是不能经常多照 因为它有一种 Ironizing 一个离子化的效果 会破坏我们的基因 紫外光也是 紫外光用眼看到 有长短 大部分的紫外光 对我们的黑色素细胞 有一定的影响 以及对基因 都有破坏的问题 但是医学上 用紫外光很特别 这是一个很老的很久之前 一个美国医生 Dr. Nott发现 因为它的紫外光 不是就这样照在皮肤上面 它是抽血出来 然后用紫外光来照 所以完全是 那个途径 不是很自然 但是也很有用 我记得跟大家提及 有一个叫做 John Ott John Ott 其实它写一本书 叫做Light and Health 很久以前 我差不多 可能这本书 可能六年年代 七年年代 一本很小的 paperback 它里面书 它也做了一个 一个documentary 一个video 有两个钟头 又是讲Light and Health 哇里面很有趣 其中它提及一件事 有时候 你去到那些地方 你穿的衣服 它会有些反白 形光 形光 那种感觉 原来 他说 那些紫色的光 是对境外很有帮助的 是的 你没想到 他就说起 他本书有说 他说 有些人在这些酒吧 那里做 这些紫色的药光酒吧 是很少病的 是的 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用紫外光 来帮食水消毒 比如我们洗厂中心 我用的那些洗厂 用的水 最后那一关 都是用紫外光照一照的 大家知道 紫外光是可以做杀菌的 那其实紫外光 其实不单止可以杀菌 是可以将我们的身体 在血液里面的细胞 细胞里面的基因 或者能量的组合 是可以变化的 所以 刚才陈博士所说的 在外国其实也有很多医生用的 尤其在苏联 我看过另一本书 是一位西医社的 Dr. William Douglas Campbell 那本书叫做 Into the Light 这位美国的西医 很有趣的 这是一个不是普通的西医 他曾经在军部做 在空军做过 他也在Emergency Medicine 即西医急救的部门做的 他有一年去了 Saint Petersburg 在苏联那里 去那里医院 就是观察和实在研究 原来在苏联 他们用很多这些 叫做物理的医疗 不是我们只用化学 食欲物 他只用很多物理 他用光 他用光去治好很多病 其中他提及 他说 我们现在很担心 一些人输血 中国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有些好像江西 安徽 有些地方 叫做外资村 有很多人 因为贫穷 就输血 因为在过程里面 他们用针管 没有经过处理 成村人都是外资的 我最近有个朋友 很有趣 他有一个中草药荒 他在那地方 帮了一批村落里面的人 有十几二十人 因为会吃草药荒 是死不了的 但其实 我们遇到这些 输血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一样很简单的方法 是可以处理了血液 令到这些所谓 爱滋病的病毒 我暂时当是 还有一回事 其实爱滋病 其实是另外一套的故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说 如果你用紫外光 来处理这些血液 去将血清 其实爱滋病 是存在不了的 所以你看到 在William Douglas Campbell 那本 Into the Light 这本书里面 他就聚述在苏联 他们用光学的医疗 是用得很彻底的 他说 在早期 在未有抗生素之前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病人 是很有严重的感染 我们不用抗生素 就用紫外光 用紫外光 将那些血液出来 循环出来 然后用紫外光来照 照一照 进去 他不用见空间 经过一条管 就走下去 经过一经 或者射一射 推下去 什么鬼的 所谓的细菌感染病 什么鬼都搞定 什么鬼病毒 什么鬼都搞定 总之 原来 我们未有抗生素之前 我们医学界 是用很多这些光能量 去处理疾病 包括很多传染病 很可惜 今时今日很少医院 还在用这种方法 除了在苏联 古巴 古巴也有 因为这些地方 是没有受西方药厂的控制 所以他很放胆 用很多药物以外 抗生素以外的方法 我觉得肯定 你不会有担心 用这些方法 来帮你 当你杀菌 当你处理病毒 你是不会有抗药的菌 就出来 是吧 今时今日 你看到 多大的问题 就是抗生素 抗生素 因为很多抗药性的细菌出现了 很多抗生素都没有用 那抗生素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是把我们的肠里面的好菌 全部破坏了 80%的身体的淋巴 在哪里 在我们的肠道那里 在小肠大肠 原来80%的淋巴 在那里 在我们的肠道 很明显 我们的肠 我们的消化度 和我们的免疫能力 是很大关系的 那所以 为什么现在人们 这么多免疫的问题 身体搞得这么差呢 其中一个很清晰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抗生素 濡用 你不要以为 只是 哎呀 用了之后 腸胃就肚死一会儿 以为这么简单 其实背后的破坏力 是很强的 所以很可惜 始终在我们的 比如香港 包括在内 我们都很受 所谓的世卫影响 那世卫上边是哪个影响 就是那些药床 所以 这些很有效的 很安全的 用光学来处理 来到医病 那些工具 我们在香港人 很少能够享受得到 所以 这本书 我们公司 健康电脑 没有什么 可买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去看 就想上 Amazon 是吧 William Douglas Campbell 那本书 《Into the Light》 出了很久 我都有了这本书 剩二十多年了 里面是说 他在苏联、聖皮特斯伯克的医院里面的经验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就是 很久很久之前 我有一个研究项目 是居然研究 怎样可以令到那些酒家 可以 很久之前 没有游水海鲜 在海鲜缸上 如果很久之前 要吃海鲜 你不能在尖沙咀 或者是哪里 海鲜缸可以有海鲜吃的 你一定要去西贡海边 流浮山海边 几十年前 在加拿大 我读医之前 刚刚做完生化研究之后 和几个伙伴 也算是生命工程 我们为什么要做海鲜 但我们很特别 一定要游水海鲜的批发 那怎么办呢 我们除了要收了海鲜 除了养活它 还要令到它健康 不收 那你减膀就不行了 一喝眼泪 不健康 吃下去也不好吃 也要经过 也要经过卫生局批准 不会吃坏人 你想想 如果你有这么多海鲜 或是一个缸 好像有几十个人 整天在房间 老虎吃了你 他也病了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健康 我都在那里 然后大家 你休息我休息 所以 除了换空气 或者换水 除了换水 我发觉 是不够的 因为海鲜 因为海鲜 用海鲜 用海鲜 混入海水 即使是循环 过滤 始终是缺了一些 缺了一些 缺了一些 我们初初以为 不如这样吧 我们在管道 用紫外缸 照射 输入缸的水 我们发觉 根本上 不只是杀菌 这么简单 原来 会令到水 更加有生命 令到海鲜 健康 不是 原来完全不是 为什么呢 我说回另一个经验 我读医 我选择一个机会 去上海 上海中医学院的陆华医院 实习的时候 发现当时 那间医院 做一个疗法 叫做光亮子疗法 光亮子疗法 就直接引出血 后 在无菌 不会令到凝结的情况下 直接用很强的紫外线照 初以为是杀菌 我们初以为是杀菌 那做什么 他们以为是什么 要做血压高 血压高 这样照了一段 血压就不高 很有趣 还有很多慢性病 甚至乎是这个 除了血压高 血脂高 心脏有问题 或者是亚健康的情况 莫名其妙地 那些人是会有改善的 那时候 80年代 中国政府 就出了 共产党出了一句号令 所有公立于 不管多大多小 对不起 我们国家不津贴 自负盈亏 所以他除了做基本治疗外 服务人民之外 他想办法赚钱 当时没有材料 什么都没有 于是 这件事 因为这个光亮治疗法 令到农华医院 那些员工 以前医生 只有60元一个月的薪金 他竟然分到几百元一个月 那些奖金 那些奖金 那么好 当时我把其中一套 这个光亮治疗法的仪器 直接运回加拿大 或者加拿大 都用到散烂了 原来我的经验 不单止是实菌 有提供的功能 有很多慢性疾病 无端的痊癌 莫名其妙地 所以我近来也找回一本 有位朋友 找回一本书 叫做 《心血管疾病的激光治疗学》 这本书是一位教授 他当然 他的覆盖很广泛 甚至是高能量的激光 但他也一直提及低能量 所谓低能量激光 不一定是激光 因为通常来说 就这样普通的光 是分散了 就像你有银子 就这样散烧烧的 在十楼散出来 个个得益有限 你不如就 比较直接一点 集中一点 只是扔几个人 几个人就算了 激光其实就是 光的量子 或者它的波频 将它平衡 不是平衡 不是平衡 将它平衡 将它平衡 即是 side to side 来放松 集中来放松 我们叫做 Cohesive Cohesive 即是 它的光谱 是比较窄 但它不散 其实每一种光谱 都有它的独特功效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要全光谱 我们看到的 红橙 黄绿青蓝紫 原来每一种光谱 和我们的身体 都是有生物的作用 所以在John 每一种光谱 每一种光谱 都是低于维他命 是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 他本书也提及 有些人戴了 有颜色的太阳眼镜 长期戴 其实对健康不好 某程度上 这些颜色的太阳眼镜 会隔掉某类的光谱 你不能接受到全光谱 等于身体缺乏 某种维他命 那么重要的 所以在他自己的本书 他最初讲及 他是一个银行家 不过业余的兴趣 就喜欢拍那些 拍那些电影 拍那些慢动作 即是那些 叫lapse photography 将一个很长的过程 就缩短了他 来到播放 比如一分钟拍一幅 一分钟拍一幅 可能将一个两天的 植物的成长 就可以在短短一分钟 或者两分钟 看到了 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讲一种特别的波长 光对我们的影响 光对我们的健康 光怎么是运用 在我们医疗方面 好 我们下一节继续 还有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继续有 袁医生和陈博士 和我们分享光生命资源 好了 我们刚才开始介绍 原来在中国医学界 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不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所说的 本书是说在苏联 原来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这本书叫做 《心血管疾病的激光治疗学》 相信大家都很认识心血管的问题 例如肿疯、心脏病化、血管眼化 导致很多腎的毛病 其实这是一个很普及的问题 当然大部分人常常都很担心三高 接着就吃薄血药 又吃很多些钢胆悶醇药 企图去处理这个很普及的问题 原来在中国在这方面 已经企图或者利用激光 是处理这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或者我请陈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他们的研究里面 最近又有些什么具体的成果呢? 都不是最近 我都说是80年代 80年代已经在里面搞 在中国在里面实习 这本书是否出了很久了? 出了很久了 实习的时候已经亲眼看到 和体验到这些光亮子的效用 当然了 袁医生刚才说的这本书 是2003年出的 2003年出的 但是这位教授写这本书 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简介 一个大包围的介绍 它里面有提及到高能量的激光 他有做激光手术 有用激光来改善心律不齐 几乎是比较高级的 但这本书也有提及到低能量的激光 低能量的激光 原来中国也有几十年内 都不少的临床经验 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方面的资料 发现这些低能量激光 不单止对心血管的疾病有帮助 甚至对很多万性疾病 甚至内分泌的调整 女性的惊痛 小孩的消化功能 有很多很大很大的效用 当然在80年代 我在中国观察看到的 他们的主力就是抗血压 抗血脂 令到压健康更加好 通常来说 做这些低能量的光的治疗 这个不是激光 我们激光是很大的功能 可以燃烧、切 但这些低能量不是集中到 会损害生物组织的情况 它是比较聚的 比较聚的 而且波长比较窄 比较窄 比较窄 比如波距 大概是不超过 10-30nm 通常来说 用这些有用的光 我们的全光谱里面 由紫外线到软红外 因为这个波长有足够的长度 它的频率也不会太高 它对我们的生物里面的基因组织 和分子之而处理的伤害性不大 因为它绝对不会引起离子化的现象 而它又不会说波长长度 一吸收了之后 就立即变成热能 照了之后 物质不会产生热能 量子的质地 即是它的本性 是刚好被我们的生物分子吸收了之后 是转化成一种很正面的能量 这些正面的能量 老实说 它除了有调整 平衡之外 其实可以说 龟筋究底 都是把质地 排列好它 这个proton alignment 是相当重要的 在中国几十年来 在医院 这些全部都是在医院里面做的 临床研究 发觉这些低能量 在大概是650纳米的波长 不是这个聚得很重要的激光 是比较不分散的光谱 发现原来是有这个降压 降血脂 令到那个心肌 和血管的状态改善 相当多的研究 不止 又抗氧化作用 而且当细胞缺氧的状态下 如有这些光亮子 竟然令到它生存得更加好 而且不会受到缺氧的影响 那么有趣 我们遇到这本书之后 我们也将那几篇东西抽出来 比如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 这些所谓低能量的激光 这些都是不会引起组织和细胞的损伤 居然能够对局部和全身 不止起这个一定的调节和活化的作用 居然会令到那些组织 在缺氧状态下生存得更好 而且在这个受到损伤之后 它自己维修都会更好 似乎这些光亮子 就不仅仅是杀菌之而处理 有时甚至乎对糖尿病患者 对有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亦都有一定的帮助 因而它的血尖 令到那个血尖度降低都这么紧 令到我们的气血循环得好 对亚健康有一定的良好作用之外 对内分泌亦有一定的影响 譬如那些月经失调 或者是经痛 或者是有经前的抑郁症之类 这些光的量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和令到这些症状有所改善 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一个 比较详细一点 它如何做这些研究呢 其中一个是说它 研究激光照射对血压的作用 它用了大概50名 第一期、第二期的高血压的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然后它就选择了632.8nm的光 其实这个光是红色光 大家有时在市面都看到的 不多不少这种工具都挺多的 通常都是用红色的 它不是纸红也不是橙红 总之是红色得来 有点纯纯的红 在光谱上是属于632.8nm 它用的输出的功率是250mW 刚才陈博士说 其实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些光的频率呢 因为光的能量又不可以太高 太高就会伤害细胞本身的分子 它用这个是什么呢 就在病者的后结旁开1.5寸的人形穴 其实人形穴的皮下有颈的动物 再深入一点点 就是我们够紧神经的神经干 其实某程度上 它就用这些光谱照射在人形穴的穴位 但是在生物解剖学 原来人形穴下面 其实就是我们颈的动物 和胶感神经的光的位置 很简单来说 它就用光 在颈动物里面 当然很多血球 很多红血球 很多血球是经过的地方 它就在这个位置 可以说是刺激 或者来到推动身体的血球里面的细胞 用这个是做出降血压的功效 它发现很明显 在收缩压和舒张压里面 都是有很明显的改善 其实在中国大陆 它就做很多这方面的不同的研究 用不同的光谱去做的 除了波长要适中之外 光亮子现在的高科技 也都将它的频率 和它的聚焦 和闪动各方面有所调教 我们发觉效果就会更加好 市面上当然了 林林总总也有很多不同的 这些这样的 仪器 近来我们就 我遇到一种 这一款的 医疗仪器 放射650nm的光亮子 是德国出产的 它是有一间公司叫Bewell 听说也盛行了一个短时期 原来它的同一个型号 即是同一个设计 居然近来在中国政府的卫生局 拿到正式的批文 可以说 未来还会立入 这个可能立入 这个中国的健保的范畴里面 当然 在中国政府 拿到这些批文不是容易的 而在临床方面 我看回那些资料 发觉它是 对这个心血管的疾病 对这个很多亚健康的情况 甚至乎这个 内分泌的调整 这个 这个 惊痛 这个 甚至乎这个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很多都说有一定的正面的帮助 尤其是最明显的就是 这个 改良那个 血念性 即是那些 红血球 简直 就 照了这个几十秒之后 用显微镜 看回那些 红血球 全部都 都 不会黏黏 全部都分散了 令到那个血液循环也好很多 那 血液循环也好很多 当然是气血 也旺盛 很简单 这个治疗仪 很简单 这个治疗仪 它设计得很舒服 只要握在手掌上 那些光亮子 就刚刚在手指的肋 射入脂肪 脂肪 那里 使得你的 那些光亮子 就由这个 血球和你的血液 吸收了之后 全身去循环 去运行 我和余英生见到之后 余英生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就是遇到一个意大利产的 就说照落鼻胳膜 也有 如果说 握着一支 就常常 硬着它 捉住鼻胳 也不肯捉鼻 这个很舒服 你要坐在那里 如果你每天就这样握住它 它设计到 英文叫Ergometric 就刚刚好 你很舒服地握住它 合你的手型 每天15至30分钟 看电视就这样握住它 就算你有一个 一家人轮流地握住 就算有10个人 一天都够用 每天这样做 就差不多做了 他们的临床经验和研究 做了30天后 就几乎各样的情况 都有一定的改善 嗯 是 很多时候 有人问 我们做自然医疗 通常一般人 很多时候很有趣的反应 是否不用吃药 那些医疗 那时我也挺难回答 什么叫药呢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 食物也是最好的药物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如果我们说 用光疗 是光学的治疗 可以这么说 一种不用吃药的医疗方法 属于一种 不折不扣的自然医疗方法 这个工具 我们很多时候 可以看到 比如我们用一个 活血细胞的分析 很简单 用手指多一滴血 用一个显微镜 用油的镜 可以直接看到 是活的细胞的形态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的细胞 那些红血球 会黏在一起 或者搭在一起 很明显 就是我们的细胞 的能力 是有不足有缺合的 如果我们在用这个光 这个仪器 用这个650的频率 拿着手指多一滴血细胞 可能大概是10分钟 20分钟 再做活血细胞的测试 可以看到 那些血球 基本上是分散的 然后可以看到 那个效果是很显著 是即时的 当然了 我们不能说我做一次 那你的血细胞 就全部搞定了 不可以这样去 不可以这样要求 但其实这么简单 我只不过 你每天拿着这些东西 拿着30分钟 我自己在家有时就 原来上网 你知道我现在很喜欢上网 拿着一个ipad 什么资料 都看到你 看几个钟 就看不完 那我也是这样 拿着一会儿 看一下资料 或者看一下电视 看一下书 这个是很方便 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这种形式是比较上是在德国公司的最新设计 因为过去我看到的仪器 就包括 塞起鼻肝的 当然因为鼻肝的黏膜 薄一点 直接容易接触到我们的血管 就是黏膜下面的血液 但是早期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稿程是怎样呢 就直接是要把仪器的光源 塞到我们的皮下里面的血管 就是一个手术 早期他们真的要开刀 把那个东西直到下面 现在发展到今时今日 他发现其实都不用这样的 是不用用 就是小手术 不是那么方便的 所以最新的那种手法 就是都是用皮外 拿着那个 挺漂亮的 设计都不错的 那就可以是进行这种 这样的日常的治疗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 可以考虑 在我们健康店 都开始有这个仪器 可以供应给大家用的 始终心血管的问题 是很普遍的 我最近就刚刚在我同学里面 聚会 有同学又说退休了 回到澳洲 大概十多人里面 大家聊起来 都发现我在同学里面 记住是退休年龄 有些人已经中了疯了 有些同学听见 哇 怕到死 他说 所以我现在医生 我正在吃那些阿士忑灵 我说有没有搞错 他说那又怎样 医生见我做这件事 其实有很多很多其他 是不需要用这些 发酷药的方法 也可以处理血 令血就不会那么浓 这个是一种 一个纯物理的 非常安全的方法 所以医疗的工具很多 我们的节目的目的 都是介绍给大家 很多方面的自然的 有效的安全的治疗方法 这一部机器 不是只在老人家用 年轻的女孩子 女人也好 中年女士 月经失调 大家都在轮流 拿着他轮流看电视 一边看电视 轮流拿着他 一个月后 每个人都健康了 不如在这里不好 没有人看医生了 就在袁医生健康店 会有一部示范的模特 示范的机器 大家可以来试一试 可以买得到 这个工具其实都有几年历史 这个公司 我所知已经三年前 已经做了 他不断地改良它 最近就拿了中国这方面的批文 你知道大陆做这些批文 是很复杂的 很多人都不 免得搞这么多 这个公司都含了很多资源 来设计 或者等我们的强国同胞 将它炒贵之前 快点入货 这些机器 其实科技不是那么复杂 在背后的理论 很多人都知道 不同形式的工具 已经出现了 那说回光 作为一个治疗工具 其实我很多年前 我都研究了很久 也都买过不少的仪器 来做 其中有位印度的工程师 它就设计了 是用不同光的颜色 去治疗不同的病 不同的疾病 那本书的名书很有趣 大大本 黄色的 里面是什么病 比如你说肝病 它就用什么颜色 比如绿色 照肝部位 例如半小枪头 照背脊 它有不同的 所治疗程序 很详细 当然也很可惜 这间公司就很快被卫生署去控制 大家明白 整个医疗系统 都是不想用一些简单 新症能够医到病的工具出现 始终西药是很广泛性用 但始终药物的治疗 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 从来没有人吃心臟病 高血压 吃到最后就不用再吃 因为很明显 这药是所谓治病的表症 不是治病的根源 病的根源是我们的细胞问题 有什么可以令到细胞的质素改善呢 原来光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如果大家明白这个背后的道理 其实用光作为一个治疗工具 是很合理的 是很合理的 很严重的 像我昨天所说的爱滋病的治疗 早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很多的血中毒的那些 那些严重的病 其实用光照一照 射回去就搞定了 即是万一下有日 香港或者流感爆发到 我收拾了 那怎么算好呢 如果有人有这些工具 很简单 你就这样把病人的血放出来 照它五分钟十分钟 我大概十多年前 我都经常去德国 去研究这方面的工具 其实这些仪器不是很贵的 我记得当时我看到 很可惜我没有买过 因为始终在香港来说 我们在自然医療 不止加拿大 我们是没有政府认可的牌照 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科技性的工序 我们不是可以合法做得到 所以我其实都没有 将这些东西买回来 当时我想起 其实应该都买回来 一万一有写来 救救自己家人 我不管那么多 不管法律 你怎样写得好 当你自己的生命有关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 我们不应该被这些不良的恶法 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或者取奪我们的性命 好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好多谢两位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回寻 带以后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两位 拜拜 拜拜